大家好,我是大汤,今天说一下刑满释放人员黄登英从武汉离开,进北京,最终确认隔离事件的调查结果 结果证实,多部门失职、独职,黄登英进京事件,咱们前几天说过,当时给出的推断是武汉监狱部门的漏洞 现在看来,说的并不全面,湖北省司法厅、省监狱局、武汉女子监狱、武汉市东西湖区公安分局、北京秋贤检查站、北京东城区重温门外街道办事处、新一家园社区 北京市疾控中心、北京新世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等各方面都有相应责任 等待他们的必将是党纪、政绩、法纪的严惩,严重的可以依刑法、传染病防治法、判决牢狱之斋 当然这个黄登英一家也不是好鸟,拒绝隔离,社区干部反复与其沟通,持续做工作,并为其垫付了租书费 最终全家在同意,咱们接下来仔细聊聊调查结果,说说黄登英刑满释放进京的全过程 大家好,我是大康,欢迎收看大康赞情社 今天是2020年3月2日,星期一 欢迎各位订阅本频道并点击旁边的小铃铛 欢迎留言写下您的评论,尤其是不同的观点或批评的声音,多谢 我在三天前的2月28日提及过黄登英刑满释放从武汉到北京的事件 顺便否定了两者谣言,解释黄登英不是周永康的儿媳妇 也不是前中国首富黄光玉的妹妹 我把这期视频的链接放到本期视频下面的文字简介里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当时的判决结果,即分析过程 当时给出的结论是武汉监狱管理部门的责任 是他们在甩包袱,摆脱负担 甩包袱这三个字说出后,我怕海外华人听不懂 就把这句给剪掉了,现在看来当时掌握的信息还是不够 结论还是想简单了 我以为进京时几次检测,黄登英体温完全正常 随之发生多处漏解 从这次事件中可以看出来有多少继承执法人员 在应付猜事得过且过 黄登英的年龄、罪状、工作经历等 不了解的朋友可以去看老视频 咱们直接讲黄登英释放之后的事 出狱的2月17日之前,武汉情况已经严重 黄登英居住湖北恩市的弟弟 居住北京的女儿秦某 与监狱联系黄登英刑满释放事宜 他们均表示由于交通管制等原因 不能来武汉接黄回家 因黄登英服刑的监区有干警确诊染病或疑似病例 黄属于密切接触人员 2月17日,黄登英刑满释放后 留在武汉女子监狱隔离观察 2月17日到21日上午 监狱为黄登英撤量体温13次 其中18日、19日两次体温为37.3度 期间黄登英再三找干警 要求回家 干警与其女儿秦某联系 秦某表示想办法解决 后干警与其女儿前夫杨某某约定 于2月21日上午 由监狱将黄登英送至武汉北高速收费站口 交其接走 2月21日早上,干警将处于隔离观察的黄登英 带到监狱门口 对其宣讲有关防疫规定 并要求其写下 处于后居家隔离14天的保证书 大康评论 这明显是甩包袱 摆脱自己的负担了 干警将黄带出监狱 称厄牌伊维克警车到武汉北高速收费站外广场 步行将黄送至卡口 当时同车还有一名校感级刑满释放人员李某 也在该收费站交给其儿子带回校感 目前李某及其密切接触者共4人 均在当地指定隔离地点 大康评论 如果黄登英不去北京就好了 湖北监狱方面的漏洞就不会被发现的这么快了 也不会惹怒高城了 此前黄登英家属已与卡口执勤公安民警 说明来意 在卡口外等候 当时执勤的武汉市东西湖区公安分局长青街派出所公安干警 为按要求对黄登英旅行查控职者将其放行 黄登英和女儿秦某及女儿前夫杨某某驾乘金牌四驾车 于2月21日11时30分进入京港澳高速 2月22日凌晨到达北京 24日黄登英被确诊 大康在这里八卦一句 这位开车的女儿前夫杨某某 在离婚后还继续对前岳母覆辙 并与前妻继续生活在一起 我差很大概率是夫妻俩为了买房等目的办的手续 这事在房子限购的城市很常见 当然这是八卦咱不多聊 黄登英离开武汉后 武汉方面的事就结束了 开始责任划分 联合调查组认为 黄登英事件虽然发生在武汉女子监狱 但根源在湖北省司法庭和湖北省监狱局 湖北省司法庭领导不力 政治意识 责任意识淡薄 决定对省司法庭 党委书记厅长贪先阵 予以立案审查调查 湖北省监狱局管理不力 政治意识 大局意识 法治意识严重缺失 决定对省监狱管理局 党委书记 局长郝爱民 予以免职 并立案审查调查 对党委委员副局长胡承浩 党委委员政治部主任张新华 及刑罚执行处处长李新 予以免职 并立案审查调查 武汉女子监狱 工作不力 内部管理 制度执行混乱 决定对此前已被免职的 武汉女子监狱原党委书记监狱长 周玉坤 立案审查调查 对负有直接领导责任的 副监狱长郭秋文 及负直接责任的刑罚执行科科长 汤找荣 予以免职并立案审查调查 武汉市东西湖区公安分局 管控不力 工作态度纪律 作风不实 决定对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的 公安分局副局长尹自强 予以免职并立案审查调查 其他责任人员 按照干部管理权限 交有关单位处理 等等等等 同时任命了新的 湖北省监狱管理局领导 湖北方面的失职独职讲过 咱们再说北京这边的漏洞 即失职独职 2月19日也就是黄德英被释放后 暂时隔离在武汉的第三天 黄德英女儿前夫杨某某 拨打北京疾控中心电话咨询 疾控中心接线人员答复 只要能出武汉 北京这边不限制进京 进京要检查 进京后要居家隔离 主动报到来京情况 其口径与市委防控精神不一致 2月22日凌晨1时57分 黄德英乘坐女儿前夫杨某某 驾驶的金牌小汽车进入新仪家园小区 地下车库直接乘坐电梯进入家中 黄德英本人自进入家中后 直到其转运至集中隔离酒店 期间未出过家门 黄德英自大广高速一个检查站进京 2月22日凌晨 检查站有9人值班 调阅监控发现当时只开通了3条车道 6名辅警负责检查 一般两人检查一个车道 0点58分 黄德英乘坐的车从第八车道进京 经核实黄德英的车到时 一名辅警在凌晨1时左右到附近上厕所 未在工作岗位 车辆由一人负责核查身份 同时检测体温 车辆黄德英和其女儿体温 没发现异常 没有再二次检测 黄德英到新一家园小区后 小区有两个地下车库入口 地下车库入口是自动抬杆 自动陆入小区系统的车辆 可以直接进入小区 没有车辆体温等工作 22日凌晨2点左右 黄德英乘车进入小区地库 车进入小区 速度快 没来得及拦下 没登记 也没车辆体温 22日下午1时50分 杨某某打电话 向社区报告了 家中有武汉来京人员的情况 但位如实报告 黄德英之女秦某 也同车去接黄德英的情况 新一家园社区 立刻向城外街道防疫工作专班汇报 并启动了重点人看护立案 要求黄德英 杨某某 秦某 以及黄德英丈夫 秦某某等四人 进行就地居家隔离 同时立即安排社区工作人员 在其家门口进行了盯手看护 22日下午2点10分 街道将此情况 上报区防控办社会排查主 黄德英市武汉来京人员 需要集中隔离 观察14天 街道向黄德英 杨某某两人出具了集中医学观察 个人告知说 区防控办社会排查主 为其安排在重点地区来京人员 集中隔离酒店 起初黄德英等人 对去集中隔离酒店 隔离观察 新纯顾虑拒绝前往街道 社区干部反复与其沟通 持续做工作 宣讲防控规定要求 讲清利害关系 并为其垫付了租书费 最终做通了工作 22日晚8点40分 街道社区会同属地派出所 将黄德英 杨某某送到 重点地区来京人员 集中隔离酒店 秦某某妇女儿人 继续居家隔离观察 街道社区安排力量 持续盯手看护 22日晚9点30分 街道在区疾控中心指导下 对其居住单元的电梯 楼道等公共空间 进行全面消毒 23日晚10点30分 社区会同属地派出所 查看物业监控录像 再次问询秦某 日子秦某柴承认 他也一同到武汉 接黄德英的事实 24日零时左右 黄德英核酸检测结果 为阳性 同时区疾控中心 第一时间启动流行病学调查 确定黄德英在北京的 密切接触者为杨某某 秦某某和秦某三人 24日凌晨3点30分左右 三名密接者通过120救护车 转运至密切接触者 集中隔离观察点 区疾控中心 再次对其居住小区单元 以及重点地区来京人员 集中隔离酒店 进行全面消毒 26日 新一家园社区 在社区微信公众号上 发布温馨提示 向小区居民通报了相关情况 及防控措施 求贤检查站在疫情防控 检查工作中存在工作漏洞 值班辅警工作不认真 履职不到位 站长政委负重要领导责任 副站长作为当班领导 应付主要领导责任 辅警工作是直接责任人 决定由市公安局党委 对大兴分局党委 予以通报问责 对求贤检查站站长予以戒免 副站长予以免职 几于政委既过处分 对辅警按照相关规定 予以确定 对东城区重温外街道办事处 及新一家园社区 在疫情防控工作中 承担阻地责任 督处物业公司整改不到位 导致社区防控工作出现漏洞 决定由东城区委 对重温外街道党工委 予以通报问责 几于新一家园社区 党组织书记党内警告处分 对北京市疾控中心接待人员 在2月19日仍然答复武汉人员 可以来京一事 对北京市疾控中心办公室主任 副主任警告处分 这称北京市疾控中心加强整改 对北京新世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未能按照四方责任 落实单位责任 导致黄登英顺利进入小区 决定对物业公司通报报告 约谈该公司主要负责人 同时有东城区政府 依法依规 对其进行处罚 全部通报完毕 大康认为 做次北京和湖北两地的调查和处罚 是相当细致到位的 每一个责任人都承担了相应的处罚 如果两地的多个部门 能有一处尽心尽责 也不会造成最后黄登英全家被隔离 全楼多次消毒等后果 大康承认这一两个月里 继承公务人员的付出 远远大于他们的工资收入所得 大康理解他们 感谢他们 也成尽一份微薄之力 捐款捐物 但大康更想说付出多不是你们逃避责任的理由 你们平时的工作付出对得起你们的工资收入吗 在疫情期间需要努力工作 堵住漏洞的时候 你们都工作马虎 吊儿郎当 平时不更是这样吗 如果你长期觉得工资收入不匹配工作付出 你可以尽早离职 不要赖在工作岗位上 愿意为国家付出奉献的中国人多得事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盼望您能写下留言 没有订阅的朋友 麻烦订阅一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